好,一邊看題目呢,要一邊做記號,要一邊做記號 那如果題目呢,如果題目出現等邊等邊等邊有沒有 一定要小心喔,你要小心什麼東西 看看會不會出現等腰三角形,等腰三角形 如果出現等腰三角形,出現等腰三角形 那它底下的兩個底角,兩個底角就是一樣 所以只要出現等邊,就要小心有沒有出現等腰三角形 就會出現一樣的底角了 可以喔,所以來看這一題 它跟你講AV等於AC 所以這整個,這整個,是一個很大的等腰三角形 所以它底下這兩個角,底下這兩個角是一樣的喔 整個角V跟整個角C是一樣的 那接著它又告訴你VC等於V珠,所以我做上記號 所以這裡又出現一個等腰三角形有沒有 所以這一個角跟這個角又一樣了 接著它又告訴你V珠等於V1 所以呢,這裡又做記號 所以這裡又出現一個等腰三角形 所以兩個底角,兩個底角又一樣了 所以這整個,這整個出現三個等腰三角形 這裡一個,這裡一個,這裡一個 接著它告訴你角A,角A這裡24度 那等腰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只要告訴你其中一個 都可以全部算出來 所以頂角知道,頂角知道,你就可以算這個底角了 這個底角啊,你就會啦 那底角不就是180 扣掉頂角之後,分給兩邊分給兩邊 所以答案等於156除以2,所以等於78 所以這個角等於78 那再來這整個,這整個也是78 這整個也是78 再來看這個等腰三角形 換小的了 因為它也是等腰三角形啊 只要其中一個知道,另外都可以算出來 所以呢,恭喜你這裡也是78 再來,那頂角呢 這個頂角呢 這頂角怎麼算呢 是不是180 扣掉兩個底角 所以等於180 扣掉156 所以等於24 所以這裡24知道啦 再來呢 再來,剛剛我們不是把角C算出來嗎 所以整個角C知道,那整個角B就知道 所以也是78 那78 那78在怎樣 78分成這裡24 那這裡分成多少呢 所以78-24不就是多少 等於50 等於54 好 再來換這個了 換這個了 再來呢 是不是頂角知道 那我們就要算它的底角 算底角 那底角又是用180扣掉頂角 再除以2 所以等於126除以2 所以等於63 收工 好 沒有 5 6 5 6 6